草屯正農會捐贈本縣義肖總隊 第一大隊一部救災請勿車 縣長許淑華親自到場見證捐贈儀式 並贈送感謝狀給草屯正農會 由農會理事長林坤毅代表接受 義肖第一大隊大隊長蔡正剛 也執政車輛模型紀念品 肯定支持義肖的救災工作 許縣長也坐上駕駛座啟動試駕 議員唐曉芬也到場觀禮事程 許縣長表示 很高興能夠促成這樁美食 不論是義肖或是農會 都是為民服務的工作 彼此互相幫忙 協助政府強化服務效能 提高安全性及生活品質 讓更多民眾受惠 我們南投縣的服務院遼闊 所以在我們消防局 可以說是也是在整個服務的區域 是非常的大 尤其我們第一大隊所服務的一個區域 是草屯、棕樓、還有在南投民間 所以這個人口也非常的多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第一大隊的 蔡正剛大隊長 也非常用心在關心我們消防局的業務 所以長期以來 不管是我們義肖的各種活動 還有包括在救災 可以說是出錢出力 這一次他也有感 整個我們在第一大隊這邊 常常在服務的時候車輛也比較不足 那因為整個消防局我們不管是在自己的這個預算裡頭 沒有辦法全面性的都能夠支援到每一個這個分隊 或者是我們的大隊 那所以我們這次非常感謝 那由我們草屯鎮農會 那麼這個跟我們李堅士的團隊 大家一起來捐贈了一台勤務車給第一大隊 那透過這台勤務車呢 我相信不論是在救災的時候 或者是說需要一些人員 包括物資還有一些機具的在運送的過程 他就會更具有他的機動性 那同時更加的便利 那所以因為我們在這段期間可以看到 不管是我們對於消防局的業務的支持 從我上任之後呢 我們也有感在南投縣 我們消防局同仁的出勤 有時候在加班費 我們的這個請領的還是是全國裡頭偏低的 所以在一萬四的部分 我們也已經把它增加到一萬七 那就是希望讓所有的消防局的同仁 在業務的安定上面 如果他們也能夠穩定的話 我們的流動性就會更低 那也能夠保持更好的 這個南投縣的服務的品質 一驕總隊第一大隊 大隊長蔡振剛表示 因為一驕第一大隊 轄區很誇市鄉鎮 服務人口數達全縣人口一半 轄下還有十個分隊 確實很需要救災警戶車的支援 當初要把這個農委託這台支援時 也透過了我們士師傅的現場 我跟館長報告說 這個大隊 多年來都沒有一台自己的秦路車 因為如果要走到國分隊 去做一個業務方車 或是優移的交給 都不方便 所以就把館長提出這個要求 結果我一次的英年智慧當中 和超頓農委理事長 總幹事人 剛才做的養餐的時候 我跟館長說這件事 然後館長就說 就跟我們超頓農委 處理我們也要向館長來促成 結果還有今天這台秦路車 超頓政農會總幹事 簡士孔表示 農會本著造福鄉里 回饋社會的精神 以實際行動指指易消 也希望能夠借持拋針引玉 邀請更多人加入社會公益的行列 我們這一次就是很 就是在我們縣長的一個牽線之下 所以讓我們農會有這個機會 然後把DW的需求 就是他們的秦路車 我們農會這邊來做一項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二捐贈 那我們農會長期以來都很 致力於這樣的一個公益活動 只要對我們這個地方上 有幫助的事情 我們農會相信 我們都可以來配合執行 希望說我們這台秦路車 給DW之後 他們可以發揮更好的效用 服務我們這個 服務我們更多的相信 謝謝 另外草屯分局員警 也到場宣導反詐騙 因近年來詐騙手法推陳出新 民眾接到電話難免警方失措 警方則以簡單易懂的方式告訴大家 只要把握一聽二掛三查證的原則 接到陌生來電或是訊息 不必保持冷靜 就能夠防堵炸騰事件發生 記者鄭金智 曹全鎮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